首先我想对这一百万不幸失去生命 表示深切的哀悼 美国国家大教堂敲响了一千下钟声 这钟声既是纪念哀悼 也是警醒拷问 疫情面前资本和人命孰轻孰众 政治优先还是生命优先 到底是谁把人权当口号 是谁才真正以人为本 答案不言自明